周冬宇命运的改变离不开一个男人 他便是大导演张艺谋 张艺谋从六千多个女孩中最终选择了他 他成为了山楂树枝恋中的静秋 2010年9月山楂树枝恋全国上映 电影中的周冬宇以清纯的形象击中了无数观众的心 他凭借该片成名 这一年周冬宇只有18岁 彼时有媒体问张艺谋 为什么选择没有任何表演经验的周冬宇出演静秋 张艺谋回答 电影演员就是为大萤幕而生的 别的演员虽然漂亮 但他们的眼神里缺少周冬宇天生的那种感觉 更让观众没有想到的是 那时的周冬宇甚至连恋爱都没有谈过 他却在电影中将恋人之间的那种感觉表现得唯妙唯笑 也正是山楂树枝恋的成功 让周冬宇改变了自己事业的方向 他不再想着成为一名舞蹈演员 而是成为一名影视演员 因此19岁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他放出豪言壮语 我要考电影学院 要进步 周冬宇将目标锁定在了北京电影学院 在参加北京电影学院考试期间 有媒体采访他 特意问他上大学后是否想谈恋爱 对于这个问题 当时的周冬宇显得有些羞涩 他说 我生长在那种很传统的家庭 父母说过中学不准谈恋爱 大学倒是还没说 我也挺期待谈恋爱的 等上了大二以后再说吧 那时没有人会想到 清晨的周冬宇会被一些网友称为渣女 不会想到他的绯闻满天飞 2011年 周冬宇成功考入了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 与鼓励娜渣、杨彩玉、徐晓璐、田明星等人成为了同学 其中徐晓璐是周冬宇的大学室友 在大学期间 徐晓璐便与同班同学田明星谈恋爱 那时他们是班上同学羡慕的一对 只不过那时班上的同学不会想到 大学毕业后 周冬宇竟然和田明星在一起了 在周冬宇和田明星在一起之前 他先后与林更新软惊天传出了绯闻 2013年 周冬宇与林更新合作了电影《同周的你》 在这部电影开拍之前 女主角先定下了周冬宇 男主角却迟迟未定 当最终男主角定为林更新时 周冬宇非常高兴 他高兴的原因也很简单 因为林更新是一位帅哥 在拍摄期间 因为两人饰演情侣 又加上两人都喜欢打游戏 他们很快熟悉了起来 熟悉着熟悉着 狗仔们就发现了他们的不对劲 有狗仔三次拍到他们约会 从狗仔拍到的照片中可以看出 林更新和周冬宇搂腰拥抱 很失自然 因此他们被移相恋 更有意思的是当时林更新身边有一位相恋四年的女友 2013年10月14号 林更新的女友闹姑在个人社交账号上发文 暗示她与林更新已经分手 一时之间 周冬宇被怀疑介入林更新和闹姑的感情 对于此 林更新进行了辟谣 她说她的恋情被编剧了 然而她随后转发了写友 有些人哪怕不属于自己 遇见了也好等文字的微博 被移默认与周冬宇之间的恋情 时至今日 周冬宇和林更新有没有谈过恋爱 外界不得而知 他们之间的故事随着阮金天的到来 便没了后续 2014年 周冬宇与阮金天合作了暴走神探 2015年年初 他们合作了西西里 艳阳夏 周冬宇对阮金天很有好感 第一次见面 她就对他说 哎哟 我是从小看你的戏长大 在片场他们举止暧昧 在为影片做宣传时 他们打情骂俏 甚至周冬宇公开示爱 他在戏里很善良 身体也好 很有劲 面对周冬宇和阮金天这样的情况 有好事的记者 特意在记者会上问周冬宇 比较喜欢林更新还是阮金天 面对这个埋坑的问题 周冬宇不做犹豫 就对身边的阮金天说你 周冬宇这么一说 他们之间的绯闻更是甚嚣尘上了 又因为当时阮金天身边已经有了 相恋八年的女友徐伟宁 周冬宇更是被质疑 介入了阮金天和徐伟宁的感情 也许是因为舆论压力太大 阮金天最后对他与周冬宇的绯闻 做出了回应 他说 徐伟宁依然是我女人 冬宇永远是我孙女 在这之后不久 周冬宇至今唯一公开承认的男友 露出了真声 2015年4月 周冬宇和一名男子到三亚度假 抵达三亚后 周冬宇乘坐的价值200万的豪车 便是该男子的车 他们还入住了一晚3800元的度假别墅 进入别墅后 他们有一天时间没有出门 又加上那时的明星防狗仔的意识 没有现在这么强烈 他们忘记了拉窗帘 不拉窗帘对狗仔的工作而言 简直是有如天柱 于是狗仔拍到了周冬宇和该男子亲热的照片 还拍到淋浴后的周冬宇 穿着浴袍和对方互卫苹果的甜蜜画面 没过多久 该狗仔团队就预告要曝光周冬宇恋情 面对这种情况 周冬宇的团队建议他花点钱买段爆料 周冬宇没有采纳这个建议 他是个直脾气 他直接在个人社交账号上公开了恋情 不给对方一点以此牟利的机会 他写道 正式介绍下 他叫甜明星 我大学四年同学 今年初成为男朋友 热恋中 所以还需要好好保护 嗯 哲老师 以后我会记得拉窗帘 这位甜明星 便是前文提到的周冬宇大学社友 徐晓璐的前男友 只不过以如此独特的方式公开恋情后 这段恋情并没有迎来一个好的结局 仅仅一年时间 他们便分手了 与甜明星分手三年后 2019年 周冬宇再次迎来了绯闻的爆发 这一年 他被传与他的英文助教在谈恋爱 他们被传恋爱纯属偶然 一位网友在迪拜 偶遇了他们在一起玩乐 随手拍了照片 发布到了网络上 这一发布 让网友对这名男子进行了申巴 申巴后发现 这名男子是周冬宇的英文助教 与周冬宇认识 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 并且他个人的社交账号里 有不少和周冬宇的合影 甚至过新年 他们都是一起过的 他们双方的父母和经纪人都在场 这种种证据 不得不使网友怀疑 他们在相恋 面对这段绯闻 周冬宇团队进行了辟谣 团队说网上传的恋情是假的 他们什么关系也没有 只是对于这个辟谣 有些网友并不买账 在他们看来 能让一个男人搂自己的腰和肩膀 还经常一起聚餐喝酒 真的只是一个简单的英文助教吗 不过这个绯闻很快便没人提了 因为更大的绯闻来了 绯闻的男主角还是顶流一人 易扬千玺 2019年年底 周冬宇参加了经济节 他和易扬千玺 王俊凯 刘浩然 陈飞宇等人 一起出现在了舞台上 彼时周冬宇和易扬千玺 在舞台上 疑似有偷偷牵手的动作 在他们跟前的刘浩然 露出了吃瓜的表情 那时刘浩然不会想到 两年后自己就成了瓜主 在刘浩然成为瓜主之前 大众的注意力都在周冬宇和易扬千玺身上 那时他们因为合作了口碑与票房齐飞的电影《少年的你》 热度非常高 绯闻也随之滋生 有网友爆裂了一张疑似易扬千玺朋友圈的截图 有网友发现该朋友圈背景图是周冬宇在2016年晒出过的老照片 甚至还有人说易扬千玺的社交账号的蝴蝶头像出自周冬宇之手 理由也很简单 因为周冬宇曾经说过自己喜欢方形脸的动物 而易扬千玺社交账号头条的蝴蝶的头也是方的 不过不管他们的绯闻传得有多盛销尘上 周冬宇和易扬千玺对此都没有做出回应 当周冬宇和易扬千玺的绯闻在2020年还在传时 又有一位绯闻主角出现了 2020年8月周冬宇被拍到和一名男子互动暧昧 深夜同回酒店一夜未出 在更早之前 该男子还被拍到在饭局上摸周冬宇的脸 周冬宇并不抗拒 因此网友怀疑他们有故事 经过网友申巴 这名男子名叫唐培燕 是一名富二代 也是周冬宇的大学好友 并且他与周冬宇的全男友田明星的关系还不错 面对这个绯闻 周冬宇依旧没有回应 反而是他的大学同学替他辟谣唐培燕 和他只是关系很好的大学同学 有意思的是 唐培燕在大学时就做过导演 获了不少奖 大学毕业后 他不去好好发展自己的事业 却跑到周冬宇的工作室任职 这不免让网友又多想了 不过这些瓜都没有刘浩然和周冬宇在一起的实锤证据多 2022年9月25号 周冬宇和比他小五岁的刘浩然上了热搜 有狗仔曝光了他们在一起的证据 在更早之前 这位狗仔曾经预告了要曝光一对明星的恋情 当时给出了一些线索 比如男女双方的剪影 双方粉丝量加起来达到6000万 两人都是一线影视咖 根据这些线索 网友纷纷怀疑这对明星是周冬宇和刘浩然 然而因为周冬宇和刘浩然对此未作回应 最终该狗仔在9月25号直播揭晓了答案 这对明星的确是周冬宇和刘浩然 网友们并没有猜错 据了解 2020年周冬宇和刘浩然合作了电影《平原上的火焰》 这部电影目前还未上映 有网友在网络上爆料 称周冬宇和刘浩然已经相恋两年 这就意味着两可能是阴系生情 与网友的爆料相比 狗仔的爆料更是垂一些 爆料狗仔放出了很多证据 比如去年8月 狗仔拍到刘浩然晚上10点 拿着周冬宇小区的门禁卡 直接就刷进去了 直到凌晨12点多才离开 比如今年9月1号 周冬宇去了刘浩然的家里 两人直到第二天也没有出来 到了9月21号 两人一起打网球 打完球 周冬宇再次去了刘浩然家里 与此同时 网友还扒出 周冬宇和刘浩然先后 晒出过同款角度的风景照 并且刘浩然曾经晒出过 疑似有小黄鸭的气球照片 被移悄悄地休恩爱 如今面对如此多的实锤证据 截至笔者发稿 周冬宇和刘浩然没有出来回应 周冬宇会不会选择 和面对以前的各种绯闻一样 选择不回应呢 我们不得而知 对于此 更有意思的是网友的态度 对于他们在一起 有很多女网友表示接受不了 他们觉得刘浩然啥都好 就是眼光不好 他们不明白 刘浩然为什么会看上一个 比自己年龄大 口碑不怎么好的女星 也有网友表示 两人般配 两人咖位都差不多 年龄也相差不大 唯一值得担心的是 两人眼睛小 将来的孩子 估计眼睛会更小 作为旁观者 男未婚 女未嫁 如果他们出来承认恋情了 逼者还是选择祝福 只是将周冬宇的情史 伸八之后 大家会发现 周冬宇在情场 并不是一只白莲花 他的故事很精彩 当年清晨的静秋 早已在情场游刃有余 在娱乐圈从来没有女星简简单单